倍数与核问题基本形 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类型是 甲是乙的乙倍 甲乙共有四个 请问甲乙各有多少个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这一类型的问题 大概是怎么解法 第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解方成是 甲就是乙的乙倍 甲加乙是s 那做解方成是 把第一式带到第二式 然后整理一下 到时候可以得到乙就是 和除以n减1 这是解方成是的做法 那算术呢 我们现在教的是 从倍数开始 甲如果是乙的n倍 那乙就是一倍 那甲就是n倍 所以我们就把乙设成1 甲就是n 一倍 n倍 甲加乙就是n倍 加一倍 所以n倍加一倍 就是n倍加一倍 就是n倍加一倍 n倍加一倍 那就是 s就是n倍加一倍 那我要怎么算呢 我要算这n倍加一倍是s 所以一倍就是s出于n倍加一 那乙就是一倍 那乙就是一倍 那甲就是把乙再乘以n 所以这边最重要的就是n加一就是和 n加一就是和 n加一倍就是和 所以我们刚刚看 甲是乙的一倍 一倍加一倍 前面两倍 4除以n加一就是4除以2 就是2 所以乙就是2 甲呢就是这个乙再乘以倍数 2乘以1 所以甲也是2 所以要谈 答对了 再来一题 甲是乙的两倍 甲乙共有三个 所以我们刚刚讲n是2 对不对 所以就是要把和除以n加一 和是3 3除以2加1 所以3除以3等于1 所以1就是1 甲就是2乘以1 就是2 这个答案 好 答对了 好 再一题 所以 甲乙 2 2 所以n12 n加1 就是3 和是9 9除以3 等于3 所以乙就是3 然后 甲呢 甲就是3 乘以2 就等于6 这个答案 6 答对了 最好 除以n加1倍 就是1 加 就是n 再乘以1 好 以上就是 数学 算数有关于倍数 跟和问题的基本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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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